做開機者會還以為 是什麼重大刑案偵破 立法院請全院之力 只為揪出丟水球的實習學生 原本只說要告誡 卻變成韓宋法辦 林全淡淡微笑 能夠大方對應闖正院的 太陽花學運學生撤告 卻不願表達對立院 移送丟水球學生的看法 總統府也說 憲政分權 對國會內部運作不評論 府院放手 立法院正式行為 要求韓信學生實習的媒體 對此說明 立法院態度依舊強硬 院長孫家全二十五號表示 重點不是讓實習生 接受法律制裁 但也沒說不送辦學生 而前一天立法院法治局 更頒出刑事訴訟法 跟社會秩序維護法 煞有其事 而律師認為罪名恐怕難成立 沒有水球根本沒有砸到人的話 那這整件事情裡面根本就沒有被害者可以演 那既然沒有被害者 那你根本沒有告訴權 你也不能去提起這個什麼告發 或者是告訴 更何況你連到底是什麼罪名 都沒有說清楚 移送丟水球的實習生 警方表示沒有先例 單單就丟止水球 可能造成委員議事人員受傷 就要提告 也得就事實判斷 是否真的處法 不是立願說的算 記者綜合報導 文件公司 文件公司 感谢观看